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第一则新闻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 在2月28号开始 完整接种疫苗者 也就是打完至少两剂的疫苗的人 登机可以免PCR 证明然后入境可以免隔离的这个好消息 因为越来越多的国家 已经开放这个边境政策 然后放宽就像疫情以前的样子 加拿大联邦卫生部也在2月15号的时候宣布 从这个月的2月28号开始 将取消对完整接种疫苗者 抵达前需要做这个PCR的要求 但完全接种疫苗的旅客 也可能在抵达加拿大时 被随机的选择进行PCR的检测 不是每位旅客都会被筛检的 而且就算是被筛检呢 旅客也不再用这个进行隔离 还有等待这个检测的结果了 还有再来是提醒大家 在这个新政策当中呢 要清楚说明想要进入加拿大的人呢 还是得有这个抵达前24小时的检测证明哦 但可以选择所在国批准的这个快筛试剂 而且一定要记住就是说 自己在家里进行快筛是无效的 所以快筛报告呢 是需要在这个所在国授权 并由实验室啊 医疗机构或是远端医疗服务机构 所管理的地方 像我们在台湾 你也可以直接去医院 然后就说我要进行快筛 那你相信是15分钟到20分钟 就会有结果 那也会有一个证明 就带着这个证明就好了 那这个费用呢 跟PCR真的是差很多哦 那快筛结果等待大概就是15分钟可以得到结果 那以前的PCR要等待一到两天的时间 而且价钱也比较高 所以这个是 这个政策是真的是非常省时间 也非常省钱的一个结果 再来呢我们看到的是加拿大5岁以上可接种疫苗的比例呢 其实已经有83.7%完整接种两剂疫苗 那18岁以上才可以去打这个加强剂也就第三剂的部分 那第三剂的部分全加拿大也已经有46.3%的人呢 已经是打好这个加强剂了 而且呢这个加拿大各省呢 已经开始陆续的解封了 那有很多的新的这个禁令也被解除了 像部分的省份呢也开始取消了疫苗证书的要求了 好那再来呢我们来看一下一个非常的好消息 也可以鼓励这些想要来加拿大圆梦的人的一个好消息 那我们很多学员陆续都已经接到这个热门学院和科系的一个入学通知信了 那像有5月啊9月的这个通知信都已经下来 入学信都已经下来了 包含了像卡加利很有名的SAIT这所college 那多伦多的部分呢有像Sentennial College Seneca College George Brown College 还有这个温哥华的VCC的 我们的学员的通知信都已经下来了 那像现在呢如果你有想要再到加拿大读书 如果9月份你想要的科系已经满额了 请不要错过2023年冬季1月的这个课程 那像现在呢就很多的学员已经开始跟我们报名 这个衔接班的部分哦 可能因为语言的没有办法达到 所以呢就开始报名衔接班 那像报名衔接班的同学呢 他们就可以在明年1月份 有的学校开放报名的时候呢 就可以马上的拿到这个条件式入学信了 那至于什么是这个passway衔接班 等一下我会马上告诉大家 那这个衔接课程 衔接班passway的部分呢 主要呢是可以让你达到入学的这个入college university的这个英文门槛 并且呢提前还有确保你可以申请这个college的一个名额 赞助这个位置哦 而且在college的这个衔接班当中呢 老师会指导教你们怎么去适应这个college的一个课程 然后还会指导报告沟通的一个技巧 那提前适应学院的这些学术单字听说读写的部分 所以如果你没有雅思成绩或者是托福成绩 真的不用着急读passway也是可以让你完成这个到加拿大读college的一个梦想哦 那如果你们是在台湾就想要读衔接班 不想要到加拿大境内读实题的话呢 这个这边也推荐三所学校给大家 第一所RCIS还有这个ILAC 还有这个ILSC都是在线上有课程的 那如果你们有想要到加拿大境内学习英文的话呢 也可以联系我们 我们也可以推荐你一些非常优质的学校哦 OK那再来看到的是 像我们有很多学生像都要去加拿大读college 他们会不知道怎么去选择这个科系 也不知道未来在加拿大要怎么去找工作 哪些工作比较好找 那我们就在这个INDIT上面呢 帮大家看到了2022年最新的这个十大热门职业 包含了像电机工程师 注册护理师 网路管理员 财务顾问 顾客服务代表 焊接人员 会计师 专案经理 一般工作人员 还有这个销售助理人员 都是加拿大今年度需求量较高的一些热门工作 所以未来如果你有想要在加拿大找工作 然后还是你要想要来加拿大读书的话 你不知道怎么选择科系 可以参考这个加拿大十大热门职业 来去选择你们的科系哦 再来呢是我们很多学生最喜欢的部分 也就是奖学金的部分啦 Jolgian College跟ILAC合作的这个Jolgian at ILAC 多伦多校区呢 他们现在呢提供了将近20万的这个21万元 大约21万元的这个奖学金哦 像一年的课程呢 有包含了专案管理 人力资源 行销管理 还有这个商业管理课程 一年的课程 最高呢提供到了5000块加币 一整年的这个奖学金 将近是11万块台币 那这个两年的课程呢 还提供了1万块的奖学金 而且呢在3月31号报名 就是才有这一个优惠哦 那报名除了这个5000块 和1万块的奖学金提供呢 学校还送给大家12周的语言课程 所以如果你的像我们刚刚说到 就是你的语言没有达到 雅思的这个程度的话呢 你可以去读衔接班 那这12周呢 就是可以让你去抵衔接班的 这个学费哦 所以这个奖学金是非常非常优渥 如果你们真的有想要到加拿大的话呢 不妨参考这所学校哦 所以如果你这个语言没有达到 这个college的入学标准的话 passway绝对会是你们最好的选择 那最后面呢 还是要跟大家来说一下 我们加拿大ADM的一个好消息哦 在这今年这两个月内呢 我们已经通过了超过200位学生的签证办理咯 那接下来还会陆陆续续收到 我们的学生的学人签证啊 工签啊 还有一些研签等等 如果你们有想要办理学人签证 或者是要研签 或者是想要办理工签的话呢 都可以来咨询我们加拿大ADM的顾问哦 那最后呢 还是要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新闻月报 那请不要忘记订阅 随中我们加拿大ADM 掌握最新消息哦 拜拜 我们下个月见 再见啦 拜拜